字幕視職 much faster than 1.16 字幕視職 即是可以 本來773 字幕視職 即是可以 會 作出出的 字幕視職 我想在台灣 飛機 攝影響 標準出現實際上 既然會拿出出出出的 其他租屏即是可以 打算 舉動 記者電源 香港基調排名爭霸戰 將全香港的基調好手聚在一起 分區賽 然後比較大型一點 真的有排名,計分制 可能經過幾個比賽之後 計算下的總分才會是一個冠軍 然後經過我們各群組舉辦的比賽之後 在香港代表性頭10名或5名的選手 我們就會用群組的名字舉戰去世界各地 例如日本、馬來西亞 跟其他國家的釣友交流性比賽 這些當然是群組負責的 出去比賽的經費 希望釣友會開心心參加 因為我們都是想做一個公平公開的比賽 不想會有小圈子的活動發生 令到有些釣友會釣到 這個比賽又如何不公平、不開心 我們會盡量公開 他們開心與不開心的事都要公開出來 盡量透明一點 這件事就希望所有釣友都配合 將來我們群組都會招很多義工 管理去負責每一部分的比賽 即是大家一起去搞 我們的群組只不過是一個叫做引導的性質 即是我們坦白跟你說 我們二十幾個管理我們不夠人 對不對? 你說我們要舉辦一個大型的比賽 如果可能去到一百幾二百人 你想想我們需要多少義工 那些義工是真的要所有釣友去配合 所有認識這件事的釣友去配合 我們要評判 每一個招我們需要站一個人做評判 幫他們計時開始 這些全部都需要義工配合 這件事真的要成果香港所有釣友 一起夾粉去做這件事 令到這件事圓滿 即大家都看到它有多公開 每個人都有份參與你就不能耕 對嗎? 就會看到所有事情 原來做一場比賽是這樣的 重點是我們不是打算賺錢 錢我們有 我們不需要去做這件事 可能有些人不夠的 可能會在比賽中賺取某些酬勞 我沒有這樣的需要 只不過想把錢回討回所有釣友 我們每一場比賽 可以解釋報名費多少錢 接著買了獎品或者租艇 所有義工資出之後 接下來有剩多少錢 我們會將這筆錢 全部用來舉錢 你們去打哪個比賽回來 特別香港區 甚至乎現在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叫做阿世亞 都有一個釣魚的比賽 是國家性參加 但我們香港是無隊出賽 我們盡量可以 希望未來幾年可以做到這件事 參加阿世亞去做一個比賽 跟別人交流 真正正正有一個香港隊 走出來 這件事是 暫時性的夢想 也希望將來的釣友可以配合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老了 很多人都做不到這些 簡單來說 我們是一個巫師的一小步 希望大家都去承接這件事 是巫師 釣友去巫師 所有釣葉界都要去巫師 才可以製造更好 百花齊放 釣友多 葉界你更加蓬勃 對不對 只不過希望 香港為何不可以做 在釣魚圈子裏面可以做得更好呢 更好是怎樣走呢 夢想沒用的 要走一步 希望我們先走一小步 希望其他人跟著走一大步 如果有更好的去做 我們不介意 在走這件事 帶到所有人的得益就可以了 怎麼說 香港是一個懶悶的地方 參加所有大型比賽 華浪風帆 那些籃門的比賽會有冠軍 場球這些籃門比賽會有冠軍 保齡球 亞網球 這些是比較個人性的比賽 才會有機會在世界排名 那裡跟人爭到長短 因為我覺得 在釣魚方面 既然都有世界賽 或者每個國家自己都有排名 度上應手性 因為我覺得 大家就不要浪費了這個機會 代表香港也好 代表自己也好 他真的欠一個名牌回來 在香港釣魚界裏面 我確信有很多人比日本人厲害 包括基釣也好 羅亞也好 真的厲害過日本人很多 但是為什麼會經常被日本人看低呢 我覺得 因為我們沒有認受性 如果真真正正有一個排名出來 我香港是第二名來的 我過來跟你打 我輸了我也是代表香港 我第二名跟你們差幾遠我都知道 對不對 就是說大家可以把他們慢慢拉近 不會說 你永遠就日本人好像神 我不覺得 都是人 對不對 現在是有夢想的 開始 美國 馬來西亞 甚至內地 內地 我跟你說十幾億人 好過我們香港的有很多 因為他們遲開發 他們可能未來的十年 可能會超過我們 都不出奇 但是我們自己一定要進步 如何大家把整個調查 所以這件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 還有不用問有沒有出籤 我們沒有的 我們不會做這些 也不需要這樣做 我們只不過是想把一個公平的環境 帶給大家 最重要是大家學得開心 OK OK level 掉下 aí 組裝 是 這是 涼手